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全部的活都是我干的 包括我们这个桌里这个邻居的 就是把它有石头气的这个活都是我干的 嗯 啥呢 怎么说呢 当时可能对这个气砖呀 气石头发可能有一点天放 那就这样把它气出来 我这个顶不一样 我这个顶用的是这个自来水管道 这个当时我们这边挖自来水的时候 我还干过一段时间小工来出过 我闲得没事嘛 我们当时在测试的时候可能水管我也抱过 把那个爆炸的管给我们拉回来 石头我可能气了个一米半左右吧 我可能气了个一米半左右 然后把这个直接放下去 两面土一天 石头一天 这个井就出来了 我这个井挖出来 已经十多年了 那时候我还小 十七八岁 最近也记不清楚 那时候一说挖井 找几个小伙伴 挖井一般都是在二月三月 它这个是有讲究的 二三月的水位最低 就我们这来说它是最低 因为它这个二三月后 大概河里面的水小得很 那时候就说明它的水位低 那当时再挖个一米左右吧 那水就大了 如果水大了怎么办 就把水泵放下去 一边出一边挖 等水出来以后 就把水泵放下去 再挖上个一米左右 这个水就够吃了 那像一般家里面 那里面 那里面应个牛呀 应个羊呀 什么这边牛呀羊呀 冬天的时候喝的就是 全部都是净水 像我们家里吃到就这样 用桶子 或者说家里面摆个缸 或者把它搅拌过去都可以 所以我们摸接管子 这样也挺方便的 好了 今天先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